協助更多的人一起突破鸟籠 自由豪翔 我是蔡明勋 各位新老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晚上 我能够重返荣耀的站在这里 有一句话 能够代表我现在的心情 这句话是在 西元249年1765年前 三国时代司马懿 跟曹爽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 我挥剑只有一次 可是我磨剑磨了十几年 我是蔡明勋 我是从台南市出生长大的 最近一直有一个一望已久的故事 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我要分享的是一个 我八岁的故事 鸟圆的故事 这个故事 影响我一辈子 让我随时保有信念 我的爸爸是小学老师 我的妈妈是在学校里面当福利社的一个职员 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 我爸爸因为收入不够 白天教书 还要兼差卖课外读物 增加收入 那个时候南台湾流行养小鸟变大鸟来赚钱 我们家有一天 买了很多的鸟笼 养了很多的小鸟 有一天我们家的客厅 有非常非常多的小鸟 各式各样的小鸟 不同品种的小鸟 我天天都听到他们在唱歌 我们家的客厅变鸟圆了 我那个时候闲来没事 就拿起画 看着鸟一直画 我爸爸妈妈工作忙 我阿嬷把我带着大鸟 我阿嬷只要看着我画得很漂亮 就拿到出品鸟表去炫耀 你看我孙儿画得很漂亮 你看我孙儿得很漂亮 我就这样被他不断赞美 不断的肯定 不断的一张一张一张的每天在画小鸟 我的老师就帮我选了一张图 很漂亮 取名叫鸟园 就送到全台湾 参加小学二年级组的比赛 没多久 我们家的小鸟 在一夜之间被老鼠通通吃掉了 损失非常非常的惨重 我的爸爸创业的梦想破灭了 我们家的经济陷入困境了 一个月以后呢 我这张名叫鸟园的图画 非常意外的竟然得到全台湾国小组 二年级画画比赛的第一名 我的学校 以前从来没有人拿过第一名 我的校长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就在全校师生三千人的面前 开了找会 被公开表扬 所以啊 我八岁已经被表扬了 我八岁已经成功了 问题是 我的爸爸创业失败了 问题是 我们家的经济陷入困境了 我们家的鸟园不见了 只剩下一张奖状 这张奖状并没有带给我什么光荣 这张奖状呢 还引起很多同学的嫉妒 这张奖状呢 让我刻意的把它藏起来 藏到现在藏到哪里 我都还不知道 这张奖状的背后呢 带给我的 就是被赞美 被肯定 不服输 有自信 凡是低调 不能高傲 一定要赢的信念 这个信念 从我小八岁的时候 到现在一直烙印在我的内心深处 后来随着年纪成长 我二十岁来台北 读大学 我来台北读大学的时候呢 只有我妈妈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我后来军中 单兵两年 退伍 还是回台南工作 我找到一个全南台湾最大的食品公司 我从事业务工作 当我正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呢 很不幸的 我的舅舅做生意又失败了 拖累到我的妈妈 我们家又陷入了第二次的经济风暴 我那时候跟我的妈妈讨论 我认为我一定要远离故乡来台北打拼 我们家才有翻身的机会 因此我二十八岁 我身上带着三千块 从台南来台北工作 我只有一个信念 有一天我一定要反败为胜 我一定要功成名就的回到故乡 我在全世界最大的海运公司 从事业务工作 当我的工作都很顺利的时候呢 心想如果只是我想要成家才能立业 所以呢 那时候就想如果我能够先成家 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闲内住来帮我忙 不知道有多好 就能够缩短我的成功 当我这个念头一出现的时候呢 没多久 我生命中的另一半就很奇怪地出现了 为什么很奇怪地出现呢 他想做安利事业 可是他做得很烂 做得很不顺 他一直想找一个会做业务的 来帮他做安利事业 我们两个会结婚 其实都是各怀鬼胎 各自算计的凑合在一起 所以呢 结婚 刚开始我对安利事业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刚开始只是为了帮他 应付了事 可是在帮的过程当中呢 帮到自己了 不知不觉呢 我的安利的能力竟然在进步了 那因为刚结婚有小孩 有买房子 所以呢 也有一点目标 有压力 有奋斗的目标 我们只是利用下班的时间 用非生产性的时间 什么叫非生产性 叫做热色时间 把它资源回收成为 有生产性的时间 叫做有价的时间 我们因为目标很明确 32岁做到滴滴 34岁做到翡翠 36岁就做到钻石 37岁 我 做到钻石 38岁呢 我就离开了 全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 成为全职的安利直销商 我从28岁到38岁 这10年 我本来只是一个 价值3000块的穷小子 那因为结婚 因为结婚以后 有了小孩 有一个女儿 有一个儿子 每年海外旅游 经营出一个 拥有不在职收入的安利事业 让我的时间自由 我的经济有保障 我只能说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认识了我老婆 我更幸运的是 她还互赠送一个安利事业 这个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 我八岁画的鸟园 我不是在画鸟 我在画我的 是我自己 因为我不希望 我跟那个鸟笼里面的鸟一样 一辈子不自由 被束缚住 我不希望 一辈子上班 我希望我拥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我在安利事业却做到了 三十八岁 我成功了 很多人是不是三十八岁 梦想就希望三十八岁 四十岁前可以成功 对吗 我成功了 我不用上班了 我时间自由了 我经济有保障了 我环游世界了 我可以到世界各国 已经去了三十几个国家去旅游了 但是人生呢 不是只有事业啊 经营事业 是经营人生的 只是经营人生的其中的一部分 对吗 所以经营人生 除了要搞定我们的事业 要搞定我们的收入 最重要是夫妻的感情 子女的教育 家庭的和谐 甚至我们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的关系 所以呢 经常报纸媒体以前也曾经报导过我 后来 人生一定要在不断的成长 所以呢 我跟我的太太呢 我们呢 投入社团 我曾经在福伦社好几年 我的太太也在私职会好几年 我们夫妻一起经营案例事业 可是我们不能跟社会脱节 对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成长 成功 不只是一条直线 成功是一条不停转弯的散播路 想上新高点一定要走好转折点 如何面对转折点 能够更上一层楼 这个就是我跟我太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48岁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很大的决定 我们觉得一定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呢放空 我们再生 我们本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心呢 我们做了一个改变 归零 换到另外一个团队 在这里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谢老师 游立猪老师 他们的团队 适时的提供给我一个成长的空间 让我们调整新的方向 我们夫妻 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蹲着越低 才能跳得越高 对吗 2008年 50岁的我 决定离开台湾 这个舒适圈 因为台湾太舒适了 因为走进 单独一个人走进越南市场 挑战人生的第二村 听不懂 越南话 看不懂越南字 也不会讲越南话 没有认识半个越南人 我就走进了越南市场 我只有一个目标 不成功就不回台湾 一定要成功 我老婆会让我跑我不回来 我其实一开始去越南的时候 很不顺利 第一个月呢 在路上拿一支手机打 打手机 竟然就有人骑着摩托车 就冲过去把我的手机抢走了 光天化日之下呢 第一个月都还没做案例 已经手机被抢走了 我不服输啊 我继续要拼啊 我的太太呢 她怕我呢 真的 长期在越南 娶个越南妹 她抬留不回来 经常电话说 老公啊 不行就要回来 老公怎么能够听不行这句话 轻易的放弃不是我的信念 所以呢 我还是要坚持 我在越南真的非常的幸运 我骗到了我们的许黄冠 我们的谢黄冠 谢谢许黄冠 谢黄冠 我跟我太太呢 因为越南市场 取得了一个分工合作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呢 感情越来越好 以前我经常会问她 老婆 我当年带着三千块的熊小子 你为什么敢嫁给我 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 她说你离开我远一点 可是她现在不会讲这一句话了 她现在说 你赢在转折点 人的一生 不是这么的顺畅 到底是什么力量 让我坚持继续的走下去 信念 信念的力量 超乎我们的想象 同意吗 因为信念 人的一生 有四到五次的危机 每一次危机 都是我们转机 都是我们翻身的机会 平均17年 会碰到一次翻转的机会 如果你今天错过了 你又要等17年了 各位新老朋友们 今天大家在这边结缘 如果你想做好你下个人生的转折点 可以请教你身边的人生的老师 好吗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如果你要成功 你要有良师义友帮忙你 如果你要非常非常的成功 你要有小人 你要有敌人 激发你的战斗力 也就是所谓的小人刺激 可是你真正真正要成功呢 要战胜谁 自己 只有战胜自己 才是真正的成功 战胜自己 最大的力量 就是信念 赢在转折点的力量 就是信念 每个人 都有心中的信念 每个人 都跟我一样 小时候八岁 就已经找到信念 我如果没有换个奖钱 我早就忘记这八岁的信念 刚刚我们吴俊辉 吴博士 是不是 他一直在提他八岁 十二岁的信念 对吗 只要找到我们人生的信念 只要找到我们人生的梦田 下一个转折点 将会是 各位 我是蔡明勋 改写你的历史 逆转你的人生 我相信各位 一定可以的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